假设现在有一个6×6的网格 也就是我画在这里 123456 123456 我们从左上角开始 就是从这开始 目标是走到右下角的格子里面 走到用星星标记的地方 但是你只有两种走法 只能向右转 或者往下走 但不能走对角线 也不能往上走 也不能往左边走 规则是不能走对角线 每走一步就离目标星星再近一些 而且不能往回走 问题是从起点到终点 一共有多少种走法呢 这就是我们的问题 现在你可以暂停视频进行思考 重新开始以后 我们试着慢慢解决这个问题 你可以在任何地方暂停 可以把中间的每一步都视作提示 思考的方法是让我们从简入手 看看从起点到中间的格子 有多少种走法 这个应该可以帮助到我们 求出到达终点的方法数目 我先挑一个颜色 从起点到这个格子 有多少种走法呢 只能有一种走法 对吧 我们只有往右这一种走法 只有这一种走法 我把它写在这里 只有一种走法 走到这边的格子里 有多少种走法呢 也只有一种走法 只能往下走 我不能先往右走 再往下走 然后再往左走 因为向左走是不允许的 每一步都要离目标近一些 看起来我们已经有进步了 看看我们到这个格子 有多少种走法 我可以先到右边这里 我还可以向右多走一步 基本上这是走到那里的 唯一一种方法 对吧 如果往下走的话 就回不来了 所以只有这一种走法 根据同样的方法 到这个格子也只有一种走法 只能置先走 相似的这个格子是对称的 当你一直往右走 如果你一直往下走 只有一种走法 一直走下去 一种走法 一种走法 也是一种走法 好了 现在看看有 更有意义的走法 到这个格子 有多少种走法呢 首先让我们把它画出来 我们要么往下走 要么往右走 我们可以往右走 然后往下走 也就是说 我们有两种走法 很好 这个是很简单的 因为只有两种走法 可能你已经看到 有趣的规律了 如果这里有一个格子 再多画几个格子 我们这么画吧 画在这里 假设这是整个网格当中的任意某格 甚至不一定是6乘6的格子 可以是N乘N的网格 我们可以计算100乘100的网格 但那样要花很多时间计算 假设我想计算出我有多少种方法 可以走到这个格子当中 假设我知道有N种方法 可以走到这个格子中 M种方法可以走到这个格子中 到这个格子有多少种走法呢 走到这个格子的唯一方法就是 我先换一种颜色 唯一走到这个格子的方法 根据规律 要么一直往下走 要么往右走 你要么从这个格子开始往下走 从这个格子往右走 你一共有多少种方法 走到这个格子里 走到这个格子的唯一方法 就是从这里开始走 你有N种方法走到那里 有N种方法走到这个格子 然后走到这个格子里 有M种方法走到这个格子 然后走到这个格子 我一直都在用cell这个词 我说cell 因为xcell是这么叫的 一共有N加M种走法 可以到达那里 所以希望大家明白当中的意思 直接走到这个格子 共有两种方法 从那里和从那里出发 总共有N个方法到达那里 所以在到达那里的 所有方法当中 总共有N种方法 可以到这 到那里也是一样 正如大家在这所见 就是1加上1 一共有两种方法 看看这方法 是否能适用于其他地方 我不希望大家 盲目相信这个方法 这应该对大家有帮助 到这个地方 一共有多少种走法呢 根据我所说的 我应该用2加上1 就是三个方法 看看这答案是不是对的 可以一直往右边走 这是一种 我可以走两步 然后我可以向下走 第三条 在第三条通往那里的路径中 有一个经过这个地方 有两种方法 会经过这个地方 根据我的方法 那是行得通的 让我们把格子填满 把格子填满 那将会是1加2 总共是3 顺便把颜色改改 让它们变得更有意思 这是1加3 14 3加3是6 3加1是14 你可以发现 那是沿着对角线 对称的 对吧 这是一个3 一个3 这边是4和4 如果你看过 二项式系数 或者帕斯卡三角的视频 你可能已经看出规律了 这是什么呢 这是5 方框里的数字都很整齐 这边都是1 这里是123456 好是6 好是6吧 1加5 接着是456 6加4是10 6加4等于10 10加5等于15 15加6等于21 10加10等于20 10加5等于15 然后是21 这里应该是35 等于35 这里是70 35加21等于56 35加21等于56 56加70等于126 126加126等于252 换一个特别的颜色吧 总共200 对吧 从那里到那里 总共有252种方法 很整齐的规律问题 比较好理解 数字填上 这方法可以应用于 任意的n乘m方格 我已经说过问题了 问一共有多少种方法 走到这个方格 问题是可以解出来的 一旦你看出规律 就可以通过简单的加法求解 图手算的话 求出这252种方法 会花费您很长的时间 那会是非常浪费时间的 这里还有一些有趣的地方 如果你看过 二项式系数视频的话 你就会发现 这些数都是二项式系数 让我给大家画出来 你就会明白了 这都是这则问题的附加内容 问题其实已经解决 如果只想解决这个问题 不想看这问题和数学的联系的话 现在就可以把视频停止了 现在我将给大家讲一些额外知识 如果你想求出 x加y的n次方 我们在帕斯卡三角和二项式系数中 已经做过很多遍了 我要在这做的是一模一样的事情 用这种方法做 可能比帕斯卡三角要简单一些 尽管最后其实都是一样的 你可以写出 1 x x平方 x立方 x的四次方和x的五次方 这些应该写在格子上面 现在我好像没有地方了 写上1 y y平方 y三次方 y四次方和y五次方 根据这个我们想知道 x加y的四次方是什么 你可以做的是 x加y的四次方就等于x的四次方 加上一些中间项 一直加到y的四次方 和其中的一些中间项 在这里 即x的四次方 一直到y的四次方 答案是这个对角线上的所有点 把对角线画出来 就是这里的这条线 这些会告诉我们系数 其实它们反映的不仅仅是系数 还会告诉我们大家 系数的组合 是什么意思呢 先把这些东西擦掉 这些都是附加内容 原来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把这些都擦掉 我们要求x加y的四次方 我会让大家进一步处理这个立方 以观察其中的规律 观察沿着每一行 每一列 以及对角线上的数字 有何规律 如果你想求出 x加y的四次方 或者仅仅是x的四次方 或者说x的四次方 1乘以x的四次方 也就是x的四次方 加上4x的立方y 对吧 也就是这里的这个 加上6x平方y平方 然后加上4xy的三次方 最后加上1y的四次方 只是一个1或者x 你可能会说 这很神奇 怎么可能是这样的 思考方法是 当你乘以x加y的四次方 我建议你尝试一下 如果你哪天无聊的话 总共有6个方法 得到x方y方向 把它们乘开之后 就能看到 我们是在利用 二项式定理的方法 来解决问题 总共有6个方法 到到那里 和脑筋击转弯题目的 原理是一样的 我们有多少种方法 才能到达这个点呢 我们发现有6种 今天到此为止 希望大家有所收获